贾八位,我是雀 韓劇的夢幻程度 進化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The King 永遠的君主算是一個 完全進化的一個表率 裡面因為李敏昊四眼皇帝 平平在犯規喔 犯規的時候,只要他一犯規 你就會發花痴 就心花開 每次都跟你主角見面 勢必一定要譚蕩蕩的 表達親目之情 坑稱只求表率啊 愛情既然沒有道理,那就讓我們 欣賞李敏昊初集 看他一直在怎麼樣 聊咩? 初次見面,第一個很重要 直接把對方保警處理 第一集結尾,李敏昊進入聘性時空的時候 心心念念的25年的 正太儀出現了 他忍不住很開心抱滿牌說 我終於見到你的正太儀 然後女生說,這在哈囉,你在幹嘛? 他就說,我只是很開心 看到你問候一下 若無其事的偵探對方也是蠻強的 女生把他抓住 然後直接到警局調查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講說 其實是因為我對你感到很好奇 很常想起你 然後你本人比較好看 讓那個女生 陌生人完全很難招架得住啊 那這不打緊 他講了一些很奇怪的風話 然後還用科學的原理 來解釋給身為文科女的 女主角金高雲來聽 解釋自己其實不是來論文不明 是來自一個大韓帝國的平行時空的 根據可能是因為 愛因斯坦的量子力學啊 然後造成了一個平行時空的理論 一直講給女生聽 女生聽完,這個完全不懂 但是他還是非常耐心的 保持他的風度 然後之後只要一有機會 就在四季來做解釋 那接下來呢 警察調查了 然後警局調查之後 沒辦法發現他不是 什麼犯罪人士 只要放他走 但是男生反而不想走囉 就跟他說 你不要走 我花了25年才看到你 希望今天可以變得非常漫長 做這種請求 在一個大半夜 女生工作才剛做完 而且馬上接到下一個工作的電話 直接當然女生就走人了 但是他身為皇帝 還有一些很奇怪的作為 例如說 你住五星級飯店 你可以十分鐘隨船直到嗎 如果是你很在乎的女生 可能就可以喔 不論是對方要求他十分鐘之內出現呢 還是女生他在車子半路拋錨的時候 打電話球 就都可以比道路救援還要更快抵達 一次一次的證明說 這個男生不論在行為上還是言語上呢 都非常的在乎這個女生 然後呢 當然接下來當有點像是狂摳的達人 身為大王帝國的皇帝 但他在大喊民國呢 沒有認識半個人 只有認識 這很太一 就只好一天到晚打電話給 女生問候或問事 都算是一個正常的表現啦 但是呢 身為女生呢 因為她忙於一個基層的警務的工作 不堪其頻繁打電話 只好常常掛人家電話 也是一個正常的表現 只是後來男生都是會很讓人安心的 繼續打來 再不然你就直接放大嘴求婚 因為這個男生不受重視又不被了解 他要很渴望女主角真的 他也可以認識自己嘛 所以他就決定說放大嘴求婚 用霸氣說我要你當我的皇后 讓你不但成為我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 你也有一個職位不得不更加認識我 整個就是宣示了對方在自己心裡的重要位置 以及宣示 希望對方可以好好認識自己的一個預想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兌現承諾的時候囉 這第四集的最後呢 這個男主角呢 他回到大韓帝國之後 又想念女生又回來 然後呢 本來他在帝國裡面 民國裡面借了一堆錢 然後呢 讓人家以為他是個瘋子 來自一個奇怪的地方 然後不相信他是皇帝 他就決定把女生直接 帶回他的世界裡面去 大韓帝國又開始兩個人的冒險之旅囉 但是呢 他們在穿越時空的時候 還很貼心的跟那個女生說 從現在開始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用嚇到 只要相信我就好 啊 看到這個 你就會覺得 雖然說是人間四月天 我們好像就只能居家防疫追劇 但是有這種劇可以在家裡 新花開 中底一些粉紅的夢幻通報 也是挺好的喔 但是還是希望 我們可以在這次世界裡面 也越來越好喔 每天都可以看到女生 再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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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